台积电资深副总经理何丽梅 戴上棒球手套投出一记好球 象征启动台积公司棒柱小英雄计划 何丽梅表示台积电重视人才多元发展跟培育素养 期望透过这三年计划 协助学子们拓展棒球相关的知识跟视野 在三年当中我们会协助教练的培养 然后还有球队的打球的所有的资源的支持 希望能够延展他们对未来梦想的追求跟挚爱的发展 其实可以很多元的 不是只有打棒球一条路 棒球好手林志胜周思琪也到场参与启动仪式 这次的计划牺手中华民国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 以及台湾球牙棒球发展协会 主动教练增能训练挖掘校队球员潜能 以及设置棒球阅读教室跟棒球奖学金等等 台积电公司的赞助这些钱 可以让他们的球局上面或者是学杂费 都是可以获得很好的改善 然后再来就是原乡部落的教练的提升数字 从小喜爱打棒球的台积电副总经理张宗生 也将带领台积公司晶圆12B厂的累球队员 以及公司累球社员走入新竹在地社区 陪伴小球员们学习职棒新知课业跟生活辅导 那我了解说你打棒球其实你最后人生的路途上 还有很多你要去尝试的不止棒球 所以我们一开始认为说我们如果要成立这个棒球专案 不只打棒球我们希望在教育上面 也希望说多培养孩子在基础教育上面 透过资金引注 台积电希望为打棒球的孩子们扎根教育基础 支持小小球员们建立自信 发挥无限潜能 新唐尼打开电视 您就想要台湾新竹采访报道